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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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替别人求的 为众生祈福 或者为众生想做功德求的 功德当然比你无求还要大了 哦 明白了师父 无求只不过是说我今天我自己不求 我也不为人家求 但是呢我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自己的功德自己累积起来 因为当你无求的时候你的功德就累积了嘛 啊 对不对啊 有的人有求嘛 就功德求掉了就没了 啊 这个事情解决了啊 你求某一件事情 小孩子能够考上经营中学 一考掉那你功德走掉肯定很多呀 啊 是 师父 啊 明白吧 啊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啊 第二个问题是啊 我们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 都知道师父的境界很高很高以至于只有赞叹的份 对师父如何修持到这个境界很模糊 所以想请师父开始分享 师兄 师父在戒律上是如何修持的 是如何一步一步行福特道的 也好让我们以戒为师好好修持 请师父简单开始一下 嗯 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有智慧 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那么从小呢 就要有慈悲心 这是基础最重要的 从小有慈悲心了之后呢 然后呢 慢慢呢 随着年龄的长大 接受的教育很重要 啊 父母亲对自己的培养 还有呢 接受外城的对自己的影响也很重要 首先呢 你周围呢 不能经常有很自私的人 啊 如果你从小一路走来 总有一个很自私的人在边上指导着你 啊 要怎么自私 要怎么为自己 啊 他跟你宣传的是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那你就完了 那是 所以呢 怎么样成菩萨 从小磕头 磕头的时候就会想 啊 师父从小磕头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磕头为什么 对不对啊 磕头从小知道帮爸爸妈妈求 帮家里孩子那个爷爷奶奶求 啊 兄弟姐妹求 那么这个时候你求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呢 自己无比的兴奋 为什么呢 你觉得别人好的话都是你帮助得来的 这个时候有一种发喜 就像很多人帮爸爸妈妈一求 求了灵了之后 你说他发喜吧 对不对 啊 是这个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言语言的行为 你要注意观察 因为师父从小就喜欢观察人家说什么话 啊 你看看人家说什么话 你就知道你应该哪些话可以说 哪些话不能说 比方说人家经常在说那些不好的话的人 你心中就知道这些话不能说的 啊 我曾经碰到啊 我们经济当中啊 也是啊 经济上比较富裕啊 也有 那我从小就想 我如果啊 经济上好一点 我绝对不会乱用钱 啊 如果我长大了 我应该怎么样 就是从小就像我们说 有一个梦想一样 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一个人怎么会成长的 就是点点滴滴的积累 看见外婆在难过 在生病的时候 我心中就想 我以后大起来一定要对 有能力一定要对老人家要好 所以我到现在 我不停的 我能够在养老院 我可以六七年去喂饭 我可以到养老院去 经常去帮助别人 啊 这就是我小时候 觉得看见老人太苦了 啊 我就一定要想到 我小时候觉得 人为什么没有办法 生离死别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我就心里就一直在想 我很难过 我看见人家走的时候 家里邻居走了 我 我 我在边上 也跟着他们在哭 我在心里在想 在问人 人为什么要走呢 啊 人 人如果 能够活得长久一点 不更好吗 所以那个时候 就有这种慈悲心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佛的精进 慢慢懂得了 人是留不住的 所以在留不住当中 慢慢也懂得了 人的精神不死 所以呢 要把精神修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永远不会死了嘛 所以这些就是 慢慢的积累的 然后呢 看见蚂蚁 师父是从小不踩的 啊 因为我看了这个 过去小时候 有一个预言了 东国先生了 他是真的是 连蚂蚁都不踩的 啊 还看了一些 很多的那个 那个24校的东西 就知道 你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孝顺的话 那天打五雷轰啊 啊 所以每次等到下雨的时候就觉得 哎呀 这个护法神啊 雷公就下来 劈那些没有良心的 对爸爸妈妈不好的人了 所以每次打雷的时候 心中就更震撼一次 你看又有人被打死了 又有人不孝顺爸爸妈妈 就这些点点滴滴的 在你脑子里存在的东西 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善 善缘 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就是 看见别人就要帮助别人 看见别人痛苦 你就觉得自己很难过 看见别人伤心了 你也会伤心 那这就是人伤我痛 那就是进入菩萨境界了 所以慢慢慢慢的 一个孩子很慈悲 看见妈妈手上出血了 马上会掉眼泪 这些孩子从小 有这种慈悲心了 所以这些就是 你的学佛基础了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的言行 嘴巴 看看别人在骂人的时候 你觉得 你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他把自己作践自己 因为为什么 他把自己变成下贱了 因为我从小觉得 骂人的人是比较下贱的 对不对 因为好好的有文化的人 他不会去骂人的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看到很多人做的动作 一个动作 做的很下流的动作 你这个人整个档次就没了 就跟你骂人一样 你不开口 人家觉得你是个好人 你看在澳大利亚 你开车 如果你稍微跟他讲几句话 他做一个手势 就很下流 你想想 这种人 他一看 他能出一个好人家出生的吗 他这种人会有文化吗 他会有修养吗 一个动作就代表你的 整个的人间的修养 对不对 对对 还有师父就从小就知道 我的境界 就知道 我的人不该想的不能想 一想了之后 你就会很难过 为什么呢 当你想到得不到 你会难过 所以这个我从小就知道 所以我看见人家有好的东西 我不稀奇的 我就觉得我今后将来 我大了 我都会有 这是我从小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我大了 只要我长大了 我努力一下 我什么都会有的 所以这个对年轻人 对你们这些年轻人 帮助很大 其实你今天问的问题 师父就是跟你说 掏心掏肥的话 师父小时候 跟大家一样 也是学生过来的 所以对很多的孩子的思维 我很理解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你要有一个 用现在话讲叫报复 但是问题实际上 还是要有个良心 因为有良心之后 不会去贪 有良心之后 知道要让别人幸福 要让爸爸妈妈开心 那你会越变越善良 越变越慈善 脑子里永远不要想 爸爸不好妈妈不好 因为你脑子里 就不会有不好的东西 师父从小就是很善良 如果看见人家吵架 我总是双方都劝的 我有时候把人家 劝着来 人家笑了 哎呦 我心里砸起充满 我能够让他们两个 小朋友吵架之后 能够双方去讲 那个时候 我做客代表的时候 我就经常这样做 把他们讲的两个好起来了 哎呦 那时候我的心里 在变得开心得不得了 我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也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 那个好玩的 就是一些小时候 那些事情 就是就是一种 成长到大的时候 也很难感 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人家 两个年轻人很善良 我很想把他们撮合 让他们能够有婚姻 这也是我的 这也是我 从小就是喜欢解决问题 帮助别人 所以一直到大了 我还是有这个习惯 我总希望人家 哎呀 这一对很好嘛 哎 我介绍过 成功很多对了 所以成功的话 我就很开心了 不成功的话 我也是很难过 所以就是缘分不够 所以从这点点滴滴 就是培养出一个人的 一种精进的心 你想想看 我师父这么小的时候 我怎么会不吃鸡 从小不吃 为什么呢 就很简单 过年了 人家给我们家里 送来很多的鸡啊 养在那个卫生间呢 卫生间比较大嘛 养在卫生间里呢 我就天天喂米给他们吃 还拿个水 有时候上卫生间呢 就看着他们 哎呀 向他们交朋友 哎呀 很开心 等到过年的时候 把他们杀了 家里把他们杀 从此我就不要吃了 我闻到那个鸡汤的味道 我会呕吐的 我看见他们的鸡毛 被热水烫了拔掉 脖子这里弄一刀 很痛苦 我会 我会很难过 我会哭的 所以这些 就说明一个人的慈悲心啊 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 能够成功的人 他一定具有很大的慈悲心 因为慈悲心能够化解 很多的恶缘 别人冤枉你可以 你不要去冤枉别人 别人打你可以 你不要去打别人 别人骂你可以 你不要去骂别人 这就是 学佛就是 我们说 有一种慈悲的心态 这就是师父 这两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样的 你那个慈悲的心对待别人 你就会 当年那个 那个 这个历史上一个故事 就说的是 那个 韩信 韩信 韩信是个大将军 对不对 他被人家抓到之后 人家叫他从胯下 钻过去 羞辱他 对不对 后来他成为 成为一个帝王 他成为帝王之后呢 下面的人 把这个人 居然这个人 把他抓到了 抓到之后呢 这个人浑身发抖 知道他这条命难保了 没想到 韩信 下的那个皇位过来 把他请上上座 跟他说 很欣赏 他的那个 这个文才 跟他说 我要把你留在我们国家里 好好的 那个 非但没有羞辱他 没有杀他 还要把他捧为上兵 还要说 把自己两个孩子 让他来 敲语培养 结果这个人感动的不得了 非常用心的 在培养他的两个孩子 那么等到韩信有难的时候 这个 皇帝就是把他满门操展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人呢 就是跨 叫他跨下志趣的那个人呢 就是说 他把那两个 韩信两个孩子啊 就拼命的 舍命 把他们救出来 逃走了 所以你没想到 因为你的善良 你的慈悲 你没有去杀害 你的两个孩子 你的下辈 就得到了毕应 否则谁会这么卖命的 把你两个孩子就救出去 因为人家有报恩之心啊 所以一个人 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了 你还是要对人家好 要感动上帝啊 我们现代话叫感动上帝啊 对不对啊 很多人为什么 你 你老公骂我一句 我要骂你一句 我凭什么 吃亏啊 所以你婚姻就没了嘛 你因为做好人的人 你必须要懂得 我要勇于吃亏 我要忍辱 再忍辱 这个实际上就叫 再忍辱 再忍辱你就能成功嘛 所以一个人再忍辱了 他就成功了 所以一个人在进步也好 做人也好 实际上就是要忍辱精进 要学菩萨的大慈大悲嘛 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也是 不能讲太多 你要说把我一生怎么样 从小的不踩蚂蚁 我连那个钢囊都不打 蚊子在身上 我都会把它杆杆走的 这个师父从小就这样 所以要想知道跟着一个好师父的话 你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 他别人都是很慈悲的人 这个师父就可以教 如果他对人家都是很利 很不好的 教坏了 那你别跟他学 对不对呀 所以一个法门好坏也是这样 这个邪教的这个法门 他本身叫人家干嘛呢 你是看得到的 师父是叫人家干嘛 爱国爱民 叫人家好好地学 作为一个好孩子 要爱国家 对不对 要不能练才啊 要遵纪守法 这些都是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种师父你不跟跟谁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这个孩子从小很善良的 你基本上这孩子不会走到 坏到哪里去的 人家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就这个道理 所以要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慈悲心 培养孩子的那种 有智慧 有那种毅力 有精进心的孩子 他一定能成功的 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 我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个师父 我特别的自豪 感恩师父 因为有时候父亲跟妈妈只是生了我们的身体 但是并不能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能教导我们 因为每个人职责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要找到一个 像指导自己前途的一个师父 很重要的 很多人的成功都是有师父在背后 一直撑住的 对不对啊 你看看 李连杰成功啊 包括那个过去那个我们说武林高手 像像像哪一个你说能够成名的那个人 他没有师父的 对不对啊 对 都是这样的 好了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呢 是 有的同修呢 在家的时候嘛 需要上早班 有时候五点上班 有时候六点上班 那请问师父 他们同修昨天跟我讲 能不能早晨就是说三点钟四点钟起来读经呢 师父 早了一点了 早了点哈 因为两点到五点 基本上是灵性活动的区域 所以到两点到 所以最深夜实际上是两点以后 两点到五点 那么四点钟呢 也可以 其实上最不好的一个时程呢 就是两点到四点钟 是深夜 这是深夜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这两个小时呢 最好不要去碰他 如果你四点钟起来呢 还过得去 因为他迎着朝阳 慢慢的升起太阳 好的师父 鼻子会转发这些同修的 感恩师父 那还有个小问题就是 很多同修就是说 拜完菩萨之后 那个拜殿呢 就是拜完之后 需不需要收起来呢 如果你家里大 你就不要收 如果你家里小 一定要收 因为怕人家跨过去 不方便 因为拜殿是你头 刻头的地方 所以老跟他跨过去 走过去 在边上踢到 都不尊敬 所以收起来比较好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是 弟子还没有去 那个新西兰之前的 一个梦境 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然后呢 我的梦境是什么呢 就是晚上 然后呢 师父都在主持节目 然后呢 从那个电台里出来 然后呢 师父非常非常累 然后我就过去搀扶 然后呢 师父你就特别特别的累 我说师父 咱去哪里休息一会儿吧 师父说 您对我说 好 咱去那个客厅 什么休息一会儿吧 然后呢 师父您就坐 坐在那个沙发上面 我说师父 您感觉怎么样啊 师父说 一会儿就好 一会儿就好 我说师父 您等我一下 然后我就下楼 给您端了一盆洗脚水过来 给您泡酒 然后师父 你看着我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醒了 师父 说明你跟师父的缘分很深 明白吗 明白师父 有时候 有时候一种精神上的愉快 有时候人跟人并不是要杰出 精神上能够想到他 本身就是一种爱 所以妈妈看见孩子 过去有句话叫 儿行千里母丹幼嘛 对不对啊 妈妈只要心中挂念的孩子 就是爱孩子嘛 不一定非要 哎呀 小乖乖啊 在身边呢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好的 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我妈妈想有个梦 请师父解一下 等一下师父啊 好 师父你好 一直给师父请安 谢谢 谢谢 谢谢师父 请您给我解个梦 就是在梦里呢 就是一个小 梦的一个小男孩 七八岁 他说他可以看图堂 我说好 你帮我看一下吧 他说 他好 他说菩萨呢 一直保佑着你 保护着你 但是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帮我看看婚姻吧 他说好 他说菩萨一直保佑着你 但是呢 你必须呢 要多念解解咒 少说话 多念经 我说好的 然后我又说 你给我儿子看一下吧 他说 你儿子身上有一个灵性 是一个男的 然后我看了看他 我就醒了 我就想请师父解释 这个梦是不是真的 但是看头发是个七八岁小男孩 不是你 像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他们就呢 有些 有些灵性啊 他就呢 他就呢 就是 换成另外一个架势出来 因为鬼有五通嘛 他可以变化嘛 他给你一种暗示 他到梦中 一般都是真的 因为在梦中 他比较真实 因为他是 本身就看得见的 就是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呢 你要记住了 这个可能是真的 太好 他想我 你多念解解咒 少说话 多念经话 他讲的都是对的 他说菩萨一直保佑着你 我是有那种感觉的 那当然了 菩萨不保佑你 你儿子会这么好 对 我一有不好的意念 马上梦中就提示我 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要怎么怎么样 老是有那种意念 对啊 所以当一个人 修到一定程度了 境界高了 他就不一样了 没办法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儿子就跟我说 妈 师父说我身上有两个灵性 就是我可能念走一个 可能还有一个 可能那个人告诉你了 确实是这么回事 是啊 我说 我说好 我打师父电话 确认一下 还真是的 一定是的 很准 这个很准 这个哈 我还想是个七八岁的男孩子 我也不认识他呀 有可能就是 灵界的 他来提醒你 说叫你不要忘记还债啊 或者怎么样 哦 要我多念节节咒 少说话 多念经 对 对 对 好的 谢谢师傅 好 好的 星期一整 见到师傅了 太开心了 好 你们好好努力啊 好好努力 好的 好的 我会的 好的 谢谢师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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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台长你好 你好 感恩关心 不知道 感恩台长 是不是有几大问题 我今天有五个梦想 请台长帮我解 哇 五个梦 不是想 叫 五个梦想 五个梦 对 第一个梦是 比较长 我分两段来讲 第一个是 你把我叫醒啊 你先讲吧 到时候你讲完了 把我叫醒啊 OK 我分两段要 发财长 好 讲了吗 讲了快一点啊 傻姑娘 OK OK 我们到我参摆 衣白裤子 然后眼前有 大约一层都高的 天堂鸟花 它开得很灿烂 然后身后 还有一盆天堂鸟花 可是没有眼前的大 然后我身边 是有一个大学的同学 他也是穿着一层白 那他告诉我 那眼前的这份 成堂鸟花 是他的朋友 帮他加肥料 那一夜之间 就变得那么高 那么美 那我就心里想 哇 那么漂亮 我真想 把它剪下 先给观众 执上妈妈 谢谢太太 是啊 就是这样啊 蛮好的 白衣白裤子 代表什么 白衣白裤子 黑白无常啊 啊 我自己本身穿着 不是不是 你啊 啊 我穿着 你穿着白衣白裤 就是干净 就是纯洁 好了 明白了吗 你讲话 我听不大懂 我就听 听到一点点 所以我现在 我就我就 我就有看到 那个天堂鸟花 天堂鸟的花 嗯 不是 它是有一种 你知道那种 天堂鸟花 是那种 红色的那种 然后尾端 是有点黄色的那个 这个 反正你在梦中感觉这个花 让你看了很发喜 那就是对的 嗯 很发喜的 嗯 那就说明你 比较好 如果你看着 在梦中非常觉得讨厌 害怕 产生恐惧 那就说明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 OK 然后同一个梦境 下一幕就变成 啊 我的眼前 有一条一米长的金龙鱼 它看起来很严肃 而且一身金色的鱼鳞 它中间有一块是 鲍纹的花纹 然后金龙鱼前面坐着 在现实生活中 英国很出名的一位歌手 他还活着的 然后他也穿着 啊 鲍纹的外套 请台湾吃飞开始 嗯 一般的来讲 看见这种 啊 有名的人 都是无形当中得到保护 你正在 求的某一件事情 会得到一些保护 啊 就会得到一些人的 就是 是幸运的 啊 比方说贵人相助 所以务必要坚持住 所以啊 不管什么鲍纹鱼的 什么花纹啊 也好 凡是只要做到名人啊 都是好 哪怕在梦中做到 啊 警察的话 都是一种保护的现象 嗯 我以前还梦到 我自己是一个警察 我梦是不是情思梦 哦 很有可能 我看你这个样子 听你讲话 这种气场 我看你就是个警察 啊 哇 OK 好吧 OK 谢谢 然后再一个梦 就是啊 我也是分身两个部分来讲 因为有点长 然后感恩观星佛萨 感恩台长 因为让我打通我星期四的那个 雇灯电话 然后我是因为我是刚毕业嘛 然后我忘了问台长 我是不是可以留在澳洲 我就求观星佛萨 到梦里电话我 然后晚上我就梦到礼佛的数量 大概是一千八百六十还是两千遍 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哦 然后除一半 嗯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太大 哦 那你是这样 你现在在澳大利亚读书啊 对啊 我刚刚毕业 哦 刚刚毕业 赶快去努力啊 争取留下来啊 想办法啊 嗯 嗯 我是总是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 留下来多一个 多一个学佛的种子啊 也好啊 对不对啊 而且再说澳大利亚也是很美的 嗯 啊 可以靠近台长多一点 你看靠近台长多一点嘛 你要努力一下 你 我想你可能是要自己要把那个 至少要多念一点礼佛大忏悔文 OK 你多念点礼佛大忏悔文之后 可能会比较灵验吧 我想 许个愿 比方说 你不是说靠近台长多一点 你要帮助台长一起红法度人 对不对啊 嗯 现在社会上的人 他就是 人就是 现在就是糊涂呀 你去看人 现在都是追逐的那些名利呀 地位呀 你跟他们讲薛伯 他们都说你是怪怪的 对不对啊 嗯 现在的人好像 哎呀 钱都来不及赚 时间都来不及 那么很多人赚了几十个亿 都死的 嗯 赚钱有什么意义呀 对不对啊 他不知道人生的真谛呀 像你们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念经 学佛 啊懂得怎么样度人 你就可以跟关心不达说啊 关心不达我要好好修心啊 啊 我希望能够留在澳洲啊 不是挺好的吗 已经来读书了就留着了呀 对不对啊 啊 有一个那个那个就跟着经常跟着师傅的啊 他他就是在在马来西啊 他当年就是在澳大利亚留学啊 他说当年要留下来多容易啊 啊 容易的不得了 他一个半截的同学全部留下来的啊 学校里的人都留下来 他说为什么他不留啊 他说他又为了回去结婚呀 啊 有个女朋友啊 啊 结了婚了吗 现在他们又吵得来啊 啊 又要离婚了 现在学了佛之后嘛 又好起来了 你看看这种不是走走弯路吗 他如果能够留下来 他各方面都会好起来了嘛 对不对啊 他女朋友也能过来嘛 对不对啊 对 啊 就是这样 可是我是单身万岁 所以你单身嘛就更容易一点了呀 你能一人吃一人吃饭全家饱呀 啊 对不对了 你一个人吃饱了 你不是全家都饱了吗 哈哈哈哈 你乖一点了 傻姑娘 不要小脑筋扫动 动大脑筋 做正事的人 做正人 啊 要做我们说男人要做正人君子 啊 女人也是啊 对不对啊 做一个 啊 实实在在的 啊 总会碰到好人的 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 就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你 坏男人不会去找正规的好女人的 他觉得没劲的 他要找那种 啊 那种烂的不得了的那种 那种女人又跳舞又唱歌又喝酒 他开心啊 他觉得刺激 所以我告诉你 你老老实实的你就找不到坏流氓 啊 你自己这块料的话 你找到的也是个不好的料 听得懂了 听得懂 哎呀 好好修啊 能留就尽量留下来 对不对啊 留不下来再想办法 没关系的 OK 好了 多久就菩萨 好 我会 然后第二部分是后来我醒来 然后我又睡着 然后我就梦到我是一个摄影师 还有两个同伴 然后有点像在做节目这样 然后在一个像是古代王宫的一样 一样的地方 然后一直在找地路建制的相机来拍 然后梦里不亮 然后接下来就去那个餐馆 我又看到台长在帮人家看图层 我就很幸运的又轮到我看图层 可是梦里的台长没有光 然后一直说我不行 然后也不能留在拗手 然后我就请台长帮我看我哥哥有没有灵性的时候 台长就被周围的来围观的人就打扰一下 然后就打不上去看不到图层 然后我就流一点泪跟台长说 没关系 然后不看了 能留下来吗 最好 尽点努力 对不对啊 台长这个人也不一定是真的台长了 对不对啊 连孙悟空都在西游记里面都有真假悟空了 对不对啊 永远 希望永远是属于那些进步的人 希望永远是属于那些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愿意改变 你哪来的希望啊 对不对啊 我一定会好好学验 然后我会 我只是擦那个英文考试嘛 对啊 那个英文考试考到我就可以拿到了 好啦 那你就多努力一下啦 多吃点苦啦 对不对啊 好好念经啊 等你拿到之后多好啊 又能在台长身边 对不对啊 经常可以来清台长开始 对啊 好好努力 以后还能度更多的众生嘛 对不对啊 也是好孩子 然后第三个梦是 我还有三个梦对不起 快点啊 不能今天全给你做梦啊 OK 第三个梦是我们到那个法会现场 就是末本法会现场 然后两侧有那个火车轨道 然后那个现场上方 有一条很大很长的白龙 然后我想问一下 这是不是遇事的梦 然后那个火车轨道代表什么 嗯 火车轨道代表你在走正规啊 有轨道就所谓正规 没轨道就是自己乱开啊 哦 所以有龙的话 就是你这条火车 一直努力下去 就可以开到天上去了呀 OK 啊 好啦 好 OK 然后然后接下那个两个梦 是比较久以前 大概是九月或者十月份 这样子的时候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所以我想问一下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梦到我在那个停车场 然后旁边坐着一位朋友 然后开车离开的时候 拐完后我就看到很多人 在我的眼前 他们都有点像那种 神经病的人一样 他们就拿他们的那个刀 就在他们自己手上面 割一块肉下来 然后我就想要留个巴 然后做一个记号 然后以便下次 方便认出是解人 然后他们就看到我车 他们就冲过来 然后要把我手上 也割一块肉 这样子做一个记号 然后下一幕 我就来到警察局 他们都被抓起来 然后因为我是受害者 我就被解放出来 可是我手臂上 好像是留了个巴 请开打准备 这个很简单 这个你已经被下面的鬼 拦弄了一下了 这说明你不当心的话 你在人间不当心讲话 会伤别人 人家就把你拉下去 你记住 任何拉下去的人 他总是在人间做出 不管是有意无意的 对别人的伤害 或者都会拉下去的 所以你去看好了 很多害人的人 他晚上都会做噩梦的 OK 等我去掺腿这个东西 对啊 这么多月了 你现在做功德了 可能就去除了 好啦快点啦 OKOKOK 最后一个梦是 我梦到我的那个关心 不像个吊坠 被有个朋友抢去看 然后他抢去的时候 他就在他那个上方那边 熬一下 他就熬歪 然后就拿回来 我就尝试把它熬直 然后不小心折断 我就想是不是有时候 我在做前 会不小心压住那个吊坠 所以就给我的梦来提醒我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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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什么问题 这个都要念你解节奏就可以了 消灾即将神奏啊 嗯 我今天消灾 我是念108 然后我今天就走遍 可以的 可以的 很好 你 台长觉得你一定留得下来的 你英文好好努力 好吧 OK 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台长给你加持一下啊 嗯 谢谢台长 好吧 感恩台长 好 感恩 好 再见 再见 辛苦了台长 我们末本见 好再见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哎你好台长 啊 嗯 感恩台长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个梦嘛 嗯 嗯 就是我和一个朋友去钓鱼 嗯 就是我把鱼头 第一个鱼头搞掉 第二个鱼头搞掉的时候 嗯 一个东西把我吓跑了 就这样 鱼里面 身体里面一个动的东西把我吓跑了 嗯 那你记住了 你赶快要念念念那个往生咒了 因为可能那个鱼的灵性来找你麻烦了 嗯 你最近会不顺利 或者家身体会不舒服的 嗯 嗯 对 就是反正有点头痛 我告诉你 头痛的话点型的来找你麻烦了 嗯 这个要念多少遍呢 像这种 如果他来找你的话 你不是一遍一两遍的问题的 我看你至少要给他念一张小房子呢 一张小房子 嗯 哦 这样 嗯 嗯 那就是 嗯 有时候我的身体就是像头痛呀 有时候复刻有点不好 对 这个是 这个跟他绝对有关系的 很多人复刻不好 完全是跟自己过去吃的东西有关系 比方说吃的活的灵性 活的 活的海鲜啦 他就会 因为你把他杀死了嘛 他没地方去 他灵魂就躲在你身上呀 嗯 对 就之前我就喜欢吃那种活的鱼嘛 就是 嗯 自从学的那个心理反眠之后 我就没有吃了 你没有吃的话 你要许愿的啊 小姑娘 嗯 想想看 你杀他们的时候 多可怜的他们 逃啊 这个都是 嗯 基本上我自己不杀的 都是去饭店吃呀 就这个 你想想看了 你自己不杀 那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时候 他的军官不杀 他的士兵杀的话 你说军官有没有责任了 嗯 你不吃他的话 这个那些厨师怎么会去杀了 嗯 好 这个大哥念多少招呢 这个我刚才跟你讲了 像这种 像这种你至少要念21张 21张 嗯 你好好念那啥姑娘 你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你的牙齿啊 你的牙齿会越猪越厉害啊 我现在跟你讲的 我他他跳出来 我看见了 我就告诉你 现在你的牙齿已经被那些灵性 已经搞得很很糟糕了 你的牙齿很不好啊 嗯 有一个反正是蛀牙 我已经补上了 嗯 补上了 还有呢 嗯 还有牙有点爬出来啊 往外 往外斜出来啊 往外斜出来 好说没有啊 前面 萌牙这个地方 嗯 哦 有一点粗粗 啊 有一点粗粗 你再试试看 你再吃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给我当心点了 你要马上许便 永远不吃活的海鲜 嗯 这个海鲜我是很少吃的 我基本上现在都不吃了 啊 我很少杀人的 偶然杀两个 嗯 你这不是牛一样 有时候也不好 啊 喉咙不好吗 就是我刚才要讲下去的呀 你让让看你吃海鲜的人 喉咙会好的 嗯 傻姑娘了 哎 你赶快悬崖勒马吧 真的 复刻一塌糊涂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他们啊 我告诉你 这些阴气重的东西 就是搞阴的东西 现在明白了吗 嗯 那这个就是一起念21张 大概就可以了 对吧 大概可以了 有的念了 你反正没有做梦 你就念 如果做了梦了 还要再念 继续念 嗯 就是反正就是前两天嘛 我就做了一个梦 好像就是那种 做那种血淫的事情嘛 最后 我一想不可以做 我就说我不能做 我就把 就这样 就行了 就行了吗 就是说明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在你身上了呀 听办了吗 嗯 就那些负能量的东西呀 不管它 是谁来找你血淫的话 它都是不好的呀 啥姑娘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自己要改了 就是我 就是我身体状况 还有哪些不好的吗 今天不看毒疼呢 哦 你自己要注意了 你要少吃点荤的 然后呢 自己腰要注意保暖 嗯 反正腰有时候有点酸 就是来离架的时候 啊 我跟你说的 你这个事情很麻烦的 你这个离架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的 你这个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很不好了 嗯 对对对 就是这一段时间有点不好 反正之前的话就是没有腰酸腰痛这种关系 对啊 而且你眼睛 我现在看到你眼 眼睛都是 眼睛上面的肉都是肿的 眼睛常肿啊 嗯 眼睛是有点 反正上面有点肉比较多一点 啊 那就肿呀 有点结实眼吗 啊 你反正注意一点了 啊 年纪轻轻了 还会掉头发 哦 对掉头发 反正掉头发厉害了 啊 我早就跟你讲了 啊 好了 这个都是我跳出来的 跟你讲了 一般呢 我星期六 星期天 啊 星期五星期天都不看图疼的嘛 嗯 你自己好好努力了 小姑娘 你要念经啊 你不念经的话 你看了都没用的 没办了吗 哦 我念的 我这一段时间就是 有时候这几天有点卸载嘛 我就是在强制自己 这几天要抓紧时间念经 你要卸载的话 你要多听听才讲的录音的 嗯 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听的 有时候看群里面发的那些信息啊 对对 全都看了 你要坚持 你知道吗 嗯 对不对啊 那个 任何的成功在于两点 一个就是要不断的静静 要努力 第二呢 要看到目标 看到目标 不能成功 还是要找回第一个 就是要努力 努力了 看不到目标 不努力 看不到目标 就是这样 有看到目标了 再努力 那就成功了 就是这样 嗯 明白了吗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的那个女人缘嘛 就不是女的嘛 我感觉像那种闺蜜啊 什么的 我感觉都没有 这个是我身上有灵性 也不是灵性 傲气太重了 傲气 骄傲 你太骄傲了 你自己没感觉 很多很多人自己没感觉 自己很骄傲 那种腔调讲出来话 你不要说其他 你现在跟台上讲话 那种腔调都有点傲气 你自己不知道的 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是啊 很多人就讨厌了 现在给人家这个吃亏啊 对不对啊 我感觉就平常说话很随和的 就是感觉 哦 很随和的 哦 是啊 嗯 才能看不出来 你你觉得你你脸上 脸上有颗饭链 你看得出来不了 嗯 你只有人家在看得出来 听得懂了 嗯 就有时候人家都说 嗯 人家说什么 人家说你骄傲 人家不敢讲 人家都说我就那种比较精嘛 心里面比较会算计那种 我就感觉没感觉呀 就比较有心计嘛 我感觉我没有心计啊 平常 你没心计啊 你你 平常好像不怎么想东西 你还不怎么想东西呢 你没心计啊 人家说的都是对的 记住 一个人 别人看你都是准的 你看别人也是准的 就是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对对 算计 太精的人 谁跟你交朋友啊 我告诉你 对啊 我这个我怎么改进呢 怎么改进啊 舍呀 嗯 舍 舍就是语言上也要舍 行为上也要舍 跟家出去吃饭 多付一点 有什么关系了 嗯 对不对啊 送点礼物给人家 有什么关系了 打个电话 也叫舍呀 平时不让人家打电话 浪费时间 啊 什么时间又不懂得舍 什么事 谁跟你交朋友啊 嗯 对不对啊 台长如果不付出 这么多的话 来度人的话 谁理你台长啊 全世界有几万个台长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对对 农村广播电台还有台长呢 对 好了 很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姐嘛 还有我妈 好像听年的家族人 经常吵架 我不知道 对我知道是因果关系 多年轻 都给他们念姐姐咒 他自己不改 没有办法的 明白了吗 我就是念姐姐咒 大不该每天 给他念二十一遍嘛 嗯 太少了 念心经 他们两个每天 心经 每个人给他念三遍 可以吗 叫他们自己念 你就成功了 自己念 啊 他自己不念的话 就会吵你跟妈说 妈你不想跟姐姐 怂气的话 你都念念姐姐咒 就这么讲呀 这个大哥让他们 念多少章呢 什么多少章 你好好听 多少遍 多少遍 四十九遍至少的 每天两个人一念 很快用不着你管的 很快就结束了 好了 我姐就是精神方面的 有点问题 这个 那就要念小房子了 那不是写节奏 这么简单了 精神方面有问题 那就是有灵性了 明白吗 这个大概要念多少章呢 这个要很多章了 小精神上有问题的话 一般要八百章 八百章 他就是好像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是学习学到 还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就是有这种病了吗 哎 就是 术友跟水友缘呢 他总会有个道理 他才会发病的 明白吗 对对对 或者上辈子这个时候 他欠人家的 或者就是他被人家 刺激了一下 或者感情上出问题了 或者就是他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情受报了 都都有可能的 嗯 嗯 好了 嗯 好好努力了 谢谢太郎 嗯 好了 要太郎给我加持 嗯 谢谢 加持的话 你讲话以后要软一点 谢谢人家 女人讲话 你这讲话太硬 因为你每个词句太短了 你就没没让人家没感到一个亲切感 你听得懂吗 嗯 你看你讲话多软啊 多硬啊 你为什么 这个 啊 这个你你讲话是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请台长帮我加持一下啊 你看声音就软了吧 嗯 请台长 嗯 帮我加持一下 你把声音断掉了 你声音就硬了 听懂吗 嗯 你把我到商店里去 同样一句话 这东西 多少钱呢 对不对啊 硬了吧 对不对 你如果 如果作为女人讲 这东西多少钱呢 哦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你说话同样一个 谢谢你 谢谢你 一个呢 谢谢你啊 你把声音拉得长一点 就就就就就就好听了吗 唱歌为什么唱得好听啊 唱歌唱起来 对对对对 那叫狗叫 唱歌为什么 哦哦哦哦 拉得越长越好听啊 啊 对不对啊 中国的国居 我感觉我就像 我就像男人一样活着 我感觉 对了 你就 所以啊 我跟你说男人要活着 所以现在的人寻找刺激啊 所以现在的人喜欢看男人像女人 看女人像男人啊 你看 像像李宇春这种 唱得像男人一样 哇 大家欣赏啊 看看有些人尝尝像女人一样 哎呀 对不对啊 对对 像驴缸了 对不对啊 哎呦 马上大家都呦 唱得怎么这么 哎呀 像女人呢 不正常 我告诉你 这就叫 对对 心态问题 好了 那你去把小伙子头一剃好了 你跑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了 不可以的 明白了吗 可以的 嗯 好好修了 多点女人味吧 明白吗 嗯 这个怎么改呢 我感觉 怎么改呢 自己好好改啊 讲话 做人 做事 温柔一点 柔性一点 不可以啊 明白了吗 我感觉一个人就是从初中的时候自己都出去上学干嘛的吗 我感觉已经习惯了这样 你看见了吗 习惯好不好啦 抽烟也是习惯的 你改不改了 你讲啊 嗯 不好 不好就改了 你看你讲话 好 我初中到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一个人都这样 你说谁要你啊 谁跟你交朋友啊 嗯 听懂了吗 我知道了 嗯 改啊 好像 好像没什么 前几天 没什么好像的 嗯 彻底改 前几天好像做了一个梦 就是好像发一张A4纸嘛 就发券才是怎么样的 嗯 其他的人都发了 就我自己没发 这个什么寓意呢 这个寓意就是你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好好念经了 才会有考试资格 我就是考试那个驾照嘛 好像没有考过去这一次 是不是这个原因 好了好了那就是啊 那我第二次考试的时候 我好像就是七号要报名 要考试了嘛 这个应该没什么吧 应该 你别问我 你问问你自己念经念的多不多就可以了 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么多了 你再不改 你看看你考得出来考不出来 不要问我 嗯嗯 那我就是嗯 要 自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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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问下去 我我我我我 我这种人就是很自私 经常很差啊 从玄学上来讲 这种负能量太重的人 人家不会愿意跟你交朋友的 一开始就是我我我我我 讨厌不讨厌啊 嗯 你什么时候为人家想想了 为人家问问了 你哪怕问问你妈妈 问问你姐姐 问你哥哥 你都是属于正能量啊 嗯 我我我我我我 好 好改毛病了 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没有上台上这样的人 跟你当头和放 你一辈子都改不了的 没人现在会说人家不好的 说人家不好被人家骂 听得懂吗 嗯嗯 好了 知道了 好了 再见再见 好谢谢太太 嗯好感恩 嗯好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